新加坡航空班机SQ-321在周二从伦敦飞往新加坡 却遇上严重乱流导致乘客死亡事件 目前罹难者身份已经公开 是一名73岁英国男子Jove Kitchin 他本身在英国一个音乐剧团工作 却碰上这场飞机乱流事故 疑似可能心脏病发作因此丧命 剧团也在得知消息后发布哀悼声明 新加坡航空随即也在脸书更新 表示已经派出一支专家团队 前往飞机紧急迫降的曼谷 提供医疗支援和进行调查 根据目前调查进展显示 这架班机在起飞约10小时后 在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上空 约超过11公里处高空 突然遇上强大乱流 在短短6分钟之内 飞行高度骤降相当约2100公尺 飞机迅速下降后又急速攀升 来回几次才回到原本高度 机舱画面也公开 可以看到餐盘架酒瓶食物热水壶散落一地 乘客头上的置物架和氧气罩 也都缠在一起 整起意外维持约90秒 造成目前70多人受伤 至少一人死亡 泰国媒体则表示至少两人罹难 根据专家分析 飞机可能是因为碰上面甸南部上空 正在快速产生的雷暴 因此卷进乱流里 由于目前南亚地区 正逢西南季风盛行 当地湿气增加 碰上陆地升温 特别是在沿海附近 就会迅速产生热带雷暴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